这个好高洁 直接是一个自动的送汉 这边是免费的冰淇淋 我们今天吃一个最怂的火锅 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来到了广东来吃一个完全不一样概念的火锅 怂 吃火锅认怂 从这个地方上去 它是在马场 广东这边有个马场 赛马场应该是最初的之前 就在这里边 好多人在排队 我们上去看一下 这是一家主打澳洲和牛油 这一家火锅店 我们的锅底到了啊 牛油是吧 牛油好多 这边给你上个鸡肉 然后这边带鲜鸭鸭鸭 这边下鸡也可以打我们同事给你下 好 那你开心 这个是 这是本店的头牌鲜切黄牛肉 第一片的话一定要下清炭锅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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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切的黄牛肉啊 你说这个东西它如果生吃可以吗 你跟我们昨天吃的那个什么牛生 牛生 牛生 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生吃啊 你看 它这个还带点肥油的 你试试啊 试一下啊 我们真的试一下 来一点点尝一尝 牛生它是把牛油跟筋都去掉的 去掉的是吧 它只有瘦牛肉 我记得他们 别闹了吧 还是算吧 算吧 听他们讲说这个要算9秒 直接放到这个清汤火锅里边啊 可能是放清汤里边味道会更好的 我们先稍放一点点尝一尝 9秒 瞬间就变色了 你看啊 它这个有专门配的料啊 这个就是专门搭配着这个 鲜切黄牛肉上来的一排料汁 我们先尝一尝啊 看这个口感是怎样的 哦 这个料汁是酸甜口的 吃火锅 任怂 吃火锅 吃火锅 任怂 我刚一进来我就听他们讲 吃火锅任怂 我没明白任怂什么意思啊 后来我再看到 他们这个店的名字就是 崇庆火锅 哦 5秒6秒7秒8秒9秒 10秒多一秒 味道会更好 我们就直接蘸这个了 不蘸他们那个料 他们那个料 不符合我口味 他那个料是 酸甜口味 这个是我自己调的 哇 还是这个好吃 1 2 3 4 5 6 7 8 9 9 10 我有点担心他会不会 生 10秒啊 口感是脆的 他讲一下是什么口感啊 大家都吃过金针菇吗 跟金针菇的口感是很像的 我觉得还是 10秒还是太太嫩了 还要多刷一会儿 这种我们之前在巴弩火锅吃的有个七上八下之说 也是算15秒左右 这样就可以吃了 我们还是多煮一会儿吧 我们这个牛肚煮了有三分钟了啊 我还喜欢吃熟一点 生的吃不了 煮了三分钟了 还是很劲道的啊 哇 喜欢那种感觉 澳洲和牛 他这种牛啊 看一下这个肉啊 层次好分明啊 你看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 他这上面也讲的有时间的 你看没有 我们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啊 标的有没有 这个要里面帮我下 烘热15秒 把压力下来 我们直接烘热15秒 牛肉确实这东西太久了不好吃 有几秒 这会应该有8秒左右了 这像辣锅吗 辣锅啊 这是什么鞋 鸭鞋 它这个鸭鞋是这样的 鸭鞋要煮5分钟了 好嘞 哦 鸭鞋煮5分钟 哦那我们这个 应该差不多了 有15秒左右 战成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辣键 哦有没有失忆 真漂亮啊 15秒 你看他这个纹理啊 牛蛙 这个应该15秒不行啊 哈哈哈哈 这个要多煮一会儿 这个要煮5分钟那个鸭鞋啊 鸭鞋应该有五六分钟应该有了 鸭鞋 我们来两个味尝尝 好嫩的 这个鸭鞋刚才下进去的时候啊 还有我们刚刚下进去的 澳洲和牛应该也可以了 15秒 这种秒数稍微少一点应该是没问题的 刚还有一下去一个这个 牛蛙腿啊 那个应该要多煮一会儿 哦 哦 看这个鸭鞋 超级嫩 我觉得这鸭鞋要比其他这些鞋的那个吃起来那个口感会更软软软软一点啊 这个口感超级好 尝那个和牛 和牛刚下进去的时候他那个分层啊 非常分明 嗯 这鸭鞋就跟是豆腦一样 嗯 嗯 很嫩 澳洲和牛冰山里面上面是冰啊 哎 两个15秒 每个菜给你都有提示啊 就是提示给我们这些 我 就我第一次吃这种的话 那就给你提示一下 可以更好的掌握他这个口感 这个是澳洲和牛的这个 牛油锅底啊 口感会更醇香一点啊 就更厚重一点 这有几秒了 应该有12秒 1314 15 OK 因为我们两个人啊就是没有其他外人 我们就直接用自己的筷子吧 那正常他们是有公筷的啊 来 来 尝一尝这个 嗯 第一是材料好第二的话我们调这个量料之是很符合我的口味的 所以我吃起来这个 嗯 味道绝了 我们也吃到差不多了 已经基本上清风了 最熊的火锅 啊